菩萨善复得入君中往来 旷顾作国贼 若顾作者 冠亲够罪 对 因为就像现在的国家就有传言 故意让你跟他买武器 故意如何如何为了国家的经济 所以一个菩萨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安养或是一个不好的心态 通过使命 就是说出卖国家 或是把这个国家的武器 或是什么样来让双方打仗 你可以从中间得到什么 了解吗 这个像做间谍一样 做间谍 然后我去那个国家 然后把现在叫商业机密 所以和让两边打仗 金正合会 心思相伐 这些都不应该的 这样就会让无量众生被杀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超度罗刹鬼 所谓罗刹鬼 他就是要故意造成杀人 动物被杀 他就可以吃他的肉和他的血 所以佛陀要我们佛弟子 每天中午都一定要大鹏金尺鸟 罗刹鬼子母 一定要布施甘露给他们 或是做替身 所以或是鬼子母 让他不会去伤小孩子 要尽量的做 所以菩萨上不得入军中往来 因为那里面都是武器 你不能进去 你会沾染到那种杀业 像我以前是常去 因为我必须到军中监狱 去帮助他们 但是我会觉得 当然出来以后会有一些不舒服 有一些不舒服 就是你有武器就有武器的鬼神附着在那边 他希望早一点 啪啪有血 他们就可以喝血 所以就 你要修菩萨道就尽量减低吧 而且老实说 做一个军人 卫兵 警察 他身上随时要带着枪 了解吗 这是很危险 所以做个菩萨 不能去做这个工作 带着武器的工作 这是没办法的 当然如果你到了空性 比如说 前男菩萨 唯托菩萨 他们是四限的 他们已经拿的武器 他是完全没有杀的心 他只是一种守护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 何况我们去做国贼 去出卖国家 那是不行的 所以 若故作者犯清购罪 第十二 所以现在在台湾有很多外国的菩萨来懂呢 我们这边工作 我们叫外劳 菲律宾 越南 印尼 这个就是有一点像贩卖良人 因为他们中间要不要抽头 要 要抽蛮多的 但是他们的劳力抽头 所以会造成 我认识几个这种老板 到后来全家都不好 身体不好 然后我都劝他们放下 但是他们都会回头 这较好贪 比较容易赚 但是 那古时候是整个被卖掉 就像美国以前黑人被 非洲黑人被卖到美国来 所以林肯解放黑奴 虽然林肯是个好心解放黑奴 自己也有杀业 也有参加战争的业 一样 但是 所以不能够去买卖 好人 或是奴卑 或是六曲 卖牛 这个例如是牛羊马 这些也不能买卖 再来 殡葬业可不可以做 不行 做个菩萨 最近都没生理 意思是最近都没死人 行理还要好 还要死很多人 所以他这种心态就是错 所以不能去做这种棺材板木 特别现在各位去龙兴花园旁边看 我有各个骨灰罐可美 这是勾招你买 早一点买 你最好一次买三颗 最近还有以前人家在卖纳古塔 买个十个位置 二十个位置 给你五万 你去卖八万 很好赚 很多年轻人 这些都是违背菩提心的 所以棺木板木 圣死之巨都不能买 但是菩萨可以去捐棺木了 好像前一阵子的肺炎疫情 我们就有去捐 在欧美地区捐丝带 捐那些 尽量做多少算多少 泰国缅甸经常有 因为大风祖师的传承 车祸的很多 穷人多都在捐棺木的 泰国已经很好了 但是缅甸还可以帮忙 所以这些不但不能自己做 也不能教别人做 所以你开这种店也不行 开这个殡葬行业 或者买卖这些棺木 基本上也放菩萨节 若自做或教人做 所以对不起 如果现在你有在买卖 你就忏悔一下 赶快换行业 修福报就可以换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是好赚 但是以别人或其他众生的痛苦来赚钱 都是违背菩萨界的 这个意思吧 第十三 第十三 就是要奖快换行业 帮wij界 若佛侄以恶心故 无事 帮他良人 善人 法师 师生 国王 贵人 言犯轻逆时重 于父母兄弟六亲中 因生孝顺心 慈悲心 而反更加于逆恨 堕不如意处折 犯轻够罪 所以如果佛弟子为了保护自己 恶心故 比如说我怕我失去我的赚钱 失去我的工作 所以他必须去伤害到对方 没事就给他毁谤 毁谤这个善良的人 慈悲的人 或是修行人 出家人 甚至是一个领导 现在老实说 像各位选举 各位就知道了 反正没事就给你罢免 对还错根本搞不清楚 但是这个社会就有点默法 所以去伤害这些国王贵人 说他犯了重 七逆十重 就是最重了 所以我们对父母兄弟六亲 本来众生就是这样 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六亲 应生孝顺心慈悲心 倒过来还更加违逆要伤害他 让他不自由不自在 甚至让他被关 古时候的冤意很多 古时候真是如此 多不如意处着犯亲狗罪 第十四 以十四 旺火焚烧建 若佛子以二心故 放大火烧山林旷野 四月乃至九月放火 若烧他人家屋宅 诚意深房 田木及鬼神官物 一切有主物 不得故烧 若故烧者犯亲够罪 一切有主物 山里面有三神 山里面的树林属于三神的 就像各位你家里有个地基主 这个地基主就认为说 这个土地是我的房子是我的 只是他死了很久了 我们是用人的情况 把它买卖过来 我们认为是我们的 事实上不是我们的 各个物品 各个动物 包括河里面的鱼 海里面的龙虾 都是龙王的 叫龙族物 我们人为 那是我们的 地上的鸡鸭 天上的鸟 都有它的主神 就这个意思 他认为他是守护他的 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就认为我可以随便伤害他 破坏他 所以若佛子以恶心 故意放火烧森林旷野 特别是在农历四月份到九月份 那个时候是 刚好都是昆虫在繁殖的时间 但是因为农夫 特别各位知道吧 印尼地区 这个一烧 反正阴霾就很久了 雾霾就很久 所以如果烧别人的家宅 陈毅 出家人的房子 田 木头 鬼神物 这个鬼神 台湾人都知道 那个树给他砍掉 那摩托车就倒了 砍树的人就还没骑到家 所以你会在台湾向下 看到很多树木都卡在中间 没人敢动 这有球形的 特别在泰国 缅甸更是明显 所以这些鬼神官物都 一切有主物不能故意烧掉 若故烧者犯清够罪 第十五 批教界 若佛子 自佛地子 及外道人 六亲 一切善之事 应以一教授 受持大圣经历 应教界一礼 十八菩提心 十八趣心 十掌养心 十金刚心 于三十心中 一一解其次地法用 而菩萨以二心 称心 横教二证 身闻经历 外道邪见论等 冠清够罪 所以批教界是该教的不教 而教你只喜欢的 就是这样 事实上 佛法是以成佛为基本 大乘的教法是最 最基本的 但是这些佛地子 或是外道人 那么对六亲眷属 各位这些记住 你学佛了 你家里学佛了 你一定要把地藏经的精神 观音菩萨普门品的这种修行 告诉你的家人 六亲眷属 所有的善之事 要一一的都应该受持大乘的经典戒律 而应该教化 解释 店里面的毅力 使对方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 有十发去 十场养 十金刚心 或是华印经的次第 这些次第 那要一一的 一三十心中 所以各位念到了 哪一天有机会 还是要把这个十发去 十场养 你一上网络就有了 然后你大概知道 舍心什么意思 戒心什么意思 忍心什么意思 他会解释的很仔细 然后呢 一一了解他怎么用 所以而菩萨以恶心称心 不讲横交恶秤法 像现在网络老师说 有很多恶秤的法师 包括从缅甸来 从斯里兰卡 有些会讲中文 就一直在弘扬恶秤法 我不能说恶秤法错 而是说 大部分学义大秤的 如果被他转走了 然后就失去修大秤的机会 甚至看不起大秤就很可惜 我们佛教是这样 你已经发起大秤心 而去研究恶秤法 那是应该的 因为你要度恶秤的人 度各想解脱的人 但是你不能回忆 由大变小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别人是修大秤的 你把它转为小秤 那就错了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老实说 我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 就是大秤法太深 讲的空性 中观这些 然后恶秤法 比较容易解理论很清楚 事实骗观 什么解脱的 巴黎文都很容易懂 所以很多年轻人 知识分子就很容易被 拉到恶秤的教法去 而且恶秤的教法比较 单独一面对自己身心的问题 感应的问题 所以他比较容易有觉受 那是大秤法 哇 虚无缥缈 广度众生 众生在哪里 就不太容易 所以当然很多知识分子会被拉走 所以菩萨不应该也恶心 称心 横交恶称 身闻精力 外道邪见 不然犯了轻购罪 第十六 我想各位 菩萨都没这个问题 阿弥陀佛就好了 拜个颤 念个地藏经 吃素 放生 捐钱 OK 准备去极乐世界 或圣天 都没有这个思想的问题 思想的问题 就是属于知识分子 比较有分别性 第十六 第十六 为力道说尽 若佛子应好心 先学大圣威仪经历 广开解意味 见后心学菩萨 有从百里千里 来求大圣经历 应如法未说一切苦行 若烧身烧必烧直 若不烧身必直 供养诸佛 非诸家菩萨 乃至恶虎狼狮子 一切恶鬼 吸引蛇 身肉所足 而供养之 然后一一赤地 为说正法 使心开意解 而菩萨未立养故 应答不答 道说经历文志 无前无后 磅三宝说者 犯轻构罪 所以受菩萨戒典戒八 是从广网经这样说的 因为你教菩萨道 要教他们懂 婚萨戒养 不来